诶,新三国新看点,乱世中女人不再是配举人,场上嘉宾要演绎四位美女的情感戏,四位美女,不光让观众感受金戈铁马更能体验烽火情缘,啊,四位美女,不是,这个,这个提议是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版的爱情故事,但是四位美女,今天三国来了两位,大桥小桥都在,要你们两个,怎么说话呢,人家上香呢, 那貂蝉不都在那摆着呢?你真让他俩演,真的,忘了,忘了他地儿貂蝉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四大美女咱们凑齐了,然后呢,接下来嘉宾们准备一下,马上进入第二个斗艺的环节,先来双方要进行斗艺的环节,现场给我们演小品,所以呢,接下来首先有请的是宋小宝以及刘静,为我们带来一段 孙策遗嘱 这样一个小品 给大伙补铁课 孙策呢 号称是这个小霸王 大乔的老公 当年啊 他怎么死的 其实是历史上的一双悬案 究竟怎么死的 有人说是被吓死的 有人说是被小毛贼刺死的 有人说是病死的 我们来细说一下 对 他临死之前 对大乔究竟说了什么 掌声献给宋小宝 刘静 刘静 大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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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 大乔 你干嘛呀 你快来的呀 小宋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要不行了 你别呀 你快学校 你学校呀 哎呀 你别这么把我死晃了 我呀 你怎么判我不死你吗 你能不能心点点 哎呀 老孙 这怎么了 我要死了呗 这怎么回事啊 刚过好日子 是不是你准备一人 对不对 你可不要离我而去呀 你这个那怎么用呢 你做什么话就好 让我愿意死了 我这不没招了吗 你到沿岸害了 他也说得好 人在交互票 怎么能不挨到 是这么个事 老孙 那我怎么办呀 你 你我也正合计这事呢 反正 反正 我走了以后 你这片也不归我管了 啊 你爱打扮打扮吗 你 哦 啊 老孙 不要嘛 我要跟你一起走 我要跟你一起走 你干啥呀 你这孩子 你是不是缺心眼 你是不是虎 我留下 是不当玩呢 我去死 我去死 你这样傻子 你跟我去倒容易 整个死了 你找个外婆住 一挂子都跟我去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你有多少钱 你来到反腾的票吗 不是 不是 最近 你来家 你给我好好待得多了 嗯 啊 还有你 你帮我兄弟 小全 小全谁啊 哎呀妈呀 孙全 帮他扶着我生活 嗯 还有咱家那孩子 你说 我一提到咱家那孩子 我这两天怎么有点上火呢 怎么了 这孩子吧 长得那 那肤色怎么有点越来不像我呢 那肤色呀 跟你去的呗 还没展开呢 啊 还没展开呢 那 那 我问你 那咱家那孩子到底是谁的 不行 你的孩子是谁的 行啊 别 就别管谁的 撤会养着嘛 那 那你 那你 那你这么的 那一定把它 你把它 别管谁的 你把伺候纳的啊 嗯 晚了 晚了你再找 你再找人行不行啊 老公啊 啊 你说 那我以后再改嫁给谁呀 你拿到把我捅死了你 你 你哪这么糟糊 你呀 我这还没死 你不还没咽气呢 你嘛 哎 老公你别生气嘛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呀 嗯 像你这种 咖啡肤色的老公 嗯 以后到哪找啊 你这种 现在可断货呢 我都改嫁了 没乱户 古天乐不要我这伞吗 古天乐 我那伞吗 哎 那我孩子你好好 孩子好好合计合计吧 好不 你还是先打拾我先别嫁人了 好 哎 妈呀媳妇你要这样的事 我老感动了 哎你别感动 我给你出点正事 嗯 嗯 咱们家的什么事 什么事 刚才说咱们办的正事 嗯 你找个心没呀 今天我都这一出来 我还能办什么正事啊 我还要 哎呀 我还说咱们家的纯哲 到哪儿了 纯哲啊 那你这是办钱来的呀 纯哲不给人家 说你搞理你嘛 啊在那儿啊 对我做什么半天找不到呢 但是 你值得也没有用 那值得你先别求好不好 那钱 那啥呀 哎呦我存的是死去 啊 啊 利息挺高的 你要求早了那当我少求多少钱呢 是不是 嗯 好不好 好吧 那你那你你一定要当我这事 还有一句话 为夫的要不说呀 不明白 哦 嗯 嗯 嗯 妈呀 老公 你快醒醒啊 咱们家的纯哲密码是多小呀 你怎么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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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起一点刺一点 我都死了 还密码都早 你问杨威爷去吧你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原来他是这么远的 对 千古一岸 终于 在我们舞台上 让大家清楚了啊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接下来呢 我们小品继续 嗯 下面的一个情节啊 将为我们还原 当年孙上香 护送刘备回荆州的一个片段 什么嘴 荆州 荆州啊 荆州 因为当时啊孙权知道刘备 媳妇死了 然后呢就想了一个美人计 就是说 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吧 然后让你入坠 对 就给她引到东吴了 囚禁起来 不然她回去 但是孙上香女庄豪杰啊 就护送刘备就回荆州了 那给孙权气坏了啊 那接下来这三个人物分别由谁扮演呢 那这样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上香肯定是娇妇来扮演的 但是我们 对 我给其他人物换了一下 这个刘备呢 刘备呢 刘备呢 是由我们的脸脸来扮演的 脸脸版的刘备 大声脸也有刘备 那孙权呢 就是由 饰演这个汉县帝的罗晋来扮演 好 掌声送给他们三位 有请 有请 小鸟 他 太过瘾了 香香 高 他 这啥玩意儿啊 说说我干CIS用的枪 CIS用啥啊 干张被写的搞 你说说你啊 你过来过来过来 干啥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一天在这刀枪棍棒呢 有意思吗 真没意思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啊 你这么傲她呢 你现在不是流行 男性女性有话 女性 野兽话吗 你是狗野兽的啊 你看看这什么东西 你过来过来过来 身上掉下来的东西都不知道啊 玩掉了 来吧 过来过来过来 听哥哥说啊 听哥哥说 今天呢 哥哥呀 给你找了一个对象 你呢 今天跟他见个面 行不行 那么老土呢 现在谁还见对象呢 你把我口口告诉我 回头上网跟他聊吧 你胡说 干嘛呢 我说了今天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你走个试试看 我还支不留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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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